很開心 今天還看到這麼多的你們 今天沒有下雨了 有沒有開心 很開心在士林北投有這麼多的好朋友們 不管是在現場 你是不是士林北投人 都謝謝你 給我這個信任 跟給我這個支持 未來 我會繼續當好大家的學姐 繼續在台北市議會替大家監督 過去八年 我們還沒有完成的所有計畫 謝謝大家 我想說 其實這五年來在台北市政府 每天耳濡目染 我都知道市長想做什麼 我也想知道 我也都知道 黃珊珊副市長想做什麼 那我也都知道這兩個人是多麼認真努力 想要把市政做好 想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把人民擺在第一 是我們的手續要務 當然這兩位也都是我很好的老師 在政治的路上 或是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覺得他們都教會我很多很多的道理 在這個過程中 我從一個 大家可能覺得我是一個小女孩 到現在 可以獨當一面 可以當一個議員 可以替大家繼續監督台北市政府 靖雲加油 謝謝大家 但我想跟大家說 這樣的改變 這樣的延續不會中斷 因為我們都還在 那也有很多的好朋友 很好夥伴 或許等一下 佑晨也會來到現場 要跟大家說說話 那很希望 接下來我們可以繼續把你們的期待 跟希望 繼續帶進市政府 我希望 柯文哲的改變 絕對不會中斷 柯文哲的改變 也會延續下去 市場改變 我們會繼續做 社會住宅 我也會持續監督 居住正義永遠要實現 再拜託大家 給學姐一個機會 給學姐加油 希望學姐可以永遠是你們的學姐 謝謝大家 過去立委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要憑著一個人 一個團隊 要去對抗 藍綠兩大黨的夹殺 在現在的政治環境 有多麼的不容易 但是 黃珊珊這一次 還是毅然決然 像她昨天晚會上說的 她頂住所有的壓力 承擔所有人 給她的鼓勵 給她的信念 就是因為 黃珊珊知道 這場選戰 我們中間選民的聲音 還是非常的重要 對不對 我在 剛剛在內湖的總部 我已經先自行宣布 我應該已經 能夠扮演 珊珊在內湖南港 關鍵的那一席 我已經當選了 其實 這個時候應該要很開心 但是 一想到 我們未來在議會 我們還要 繼續 對抗 藍綠兩大黨 這樣的意識形態的對決 然後想到我們這麼多市民們 對於珊珊的期待 今天晚上可能會 很多人為她而掉眼淚 其實是很難過 但是我也要幫很多 剛剛傳訊息給我的臉書朋友 還有 還有很多朋友 特別打電話來 要我轉答說 珊珊 你並沒有輸 你只是 下一次 帶著我們對你的期待 帶著我們對你 對中間選民這樣中道理性 務實的力量 我們還是可以帶著黃珊珊 當她那個隱形翅膀 繼續往前走好不好 好 因為 黃珊珊代表的 就是一個 中間選民 就代表跟你我一樣 是那個基層出身 好好做事 希望台灣能夠團結 希望台灣能夠超越藍綠 共存共榮的那一席 我們每一個人坐在這裡 都不希望台灣 再被藍綠惡鬥的口水 對立給淹沒 對不對 所以 今天晚上 珊珊雖然沒有辦法 繼續承接市長 打下來的文化基礎 但是跟大家報告 柯文哲市長 過去的八年奠定下來的政治文化 珊珊過去三年 在台北市政府的政治歷練 我們相信台北市政府 八萬個員工 未來不會被藍綠給綁架 好不好 好 我們也相信 今天從靜營 從陳佑辰 從現在目前看起來 爭語應該也是相當沒有問題 還有我們也幫我們的大安文山 兩位候選人繼續集氣 幫我們的楊寶珍也加油 幫我們的吳宜萱繼續打氣好不好 好 因為 各位 我們這群議員 如果能夠當選 進到議會 就更代表了 這八年來 我們的政治文化沒有斷裂 有繼續延續 對不對 也代表了黃珊珊跟她幕後的團隊 跟我們所有的志光好朋友 我們準備了96頁的政策白皮書 我們可以用這些議員把這些聲音 把這些政策 帶到台北十三府好不好 所以 今天在我們等待珊珊上來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自己調整好心情 我們今天雖然沒有辦法超越藍綠的對立 但是我們一定要繼續當黃珊珊最好的靠山好不好 好 最後 我是陳佑辰 我在內湖南港經營了24年 我相信我們未來進到議會民眾黨的團隊 我們一定會秉持理性問政 扎實服務 好好的把每一個今天投票給我們的人 好好的把黃珊珊的文化精神 帶到台北市議會 讓我們繼續為了台灣為了台北 能夠超越藍綠的對立能夠繼續獨立好不好 好 也拜託大家 持續的監督我們 持續的檢驗我們 看看我們當選的所言所行在未來四年 能不能夠承擔起各位的托付好不好 好 拜託大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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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